Hello大家,我是小狗 今天新的一天又即将过去 说实话,当你忙碌的时候感觉过得也快 当你没事干的时候感觉也过得快 怎么说呢,感觉长大之后 这个时间感觉就是加速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感觉一天比一天过得快 一转眼,一天就过去了 咱们人生呢,说实话 小狗感觉虽然说看似慢慢 是吧,失责不过就几十载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回首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就像小狗今年20岁,我是02年 今年是2022年 我是10月份出生的,出生了我 然后呢,今年是在人世间的20年 一转眼呢,从七岁呢,就到了20岁 整整过去了20年了 现在呢,小狗对于小时候的记忆呢 还是记忆有心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几岁即逝的 但是呢,小狗呢 是从两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即逝了 就记得 然后爷爷带着我去抓青蛙 还有是干嘛呀 还有就是带着我去抓那个蜻蜓什么的 我记事比较早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是几岁即逝的 反正我是两岁我记得就记事了 我记事比较早 我还记得那时候学那个羊车嘛 小羊车 然后后面带两个轮子的那种羊车 就习上那个跑嘛 那个都是记忆有心的 还有2008年的时候 那个温川大地震嘛 那时候我是上幼儿园的大阪 然后呢,我是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上学的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面还有学校 不过呢,现在我们这边的村子的学校已经没有了 之前是有的 就是零几年的时候还是有的 然后到10年的时候这边学校就没有了 只能去别的地方上幼儿园 那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 不是那一天正好地震嘛 然后老师就在手机上看到那个地震的消息了 然后呢,就让我们提前下课 当提前下课出门的时候呢 刚好那个教室里面的那个电扇呢就晃了一下 我记忆有心的是我 跟着我们就是班的这个小班 大班同学啊 然后我出来之后呢 我就不知道为啥我比较就是淘气嘛 然后我就推了一下门 我一推门 我一看那个屋子里面轰晃 那个电视电扇呢,摇来摇去 那时候把我吓了一跳 那时候那个记忆非常有心 那那小康感觉自己的这个命运呢 也是非常坎坷 我小时候嘛 小时候是在一岁还是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发那个高烧嘛 烧的已经就是非常严重了 那时候医生都说没救了 最后呢,我爷爷就是披着大衣嘛 然后让我送到那个医生那里 最后呢,医生 然后死马当作活马医 把我给救活了 就在我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呢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随后呢,就是我在几岁的时候呢 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嘛 那时候就放炮 然后跟那个朋友一起放炮 放炮的时候那个炮就是不响了嘛 然后就是扔在了那个浴室板下面 然后那个浴室板是树人 然后我就剪那个炮嘛 扒那个浴室板 万万没想到那个浴室板一扒就倒了 就倒这了 我直接就是双腿 直接被压实了 因为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三四岁的时候嘛 然后还被那个就是我爸爸不是出去跟朋友喝酒还是干嘛嘛 我坐在自行车后面嘛 然后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大家知道有车轮是吧 车轮把我的那个后脚给别到了是吧 直接把那个皮就是蹭掉好大一溜是吧 那时候也是不少手腿还用那个点酒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时候没记事吧 应该是一岁的时候吧 应该就是一岁 我奶奶不是看着我就是在那个锅上就是炸东西嘛 结果呢我就是站在一个就是锅上面 有灶火大家也知道就是那种灶台嘛 结果呢我一脚呢就踏进油锅里面 我是这样倒进去的 然后左胳膊还是右胳膊 然后炸的都见骨吐了 那时候我也没哭不知道为啥 小时候就没这么哭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吧 我奶奶说我没哭 然后呢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你手都掉了油锅里了是吧 都炸的那么严重 应该会留下伤疤 但是我呢你看没有一点伤疤 我好如初知道吧 另外呢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一岁就刚出生到那个十岁之前呢也是经历过很多事情 还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用那个洞吧 然后我爷爷奶奶在路边晒豆嘛 然后我用那个豆然后塞到鼻子里面 弄不出来了呼吸不伸张了 然后爷爷看我不对近然后就带着我去 一上那里干嘛 用那个就是那个掏鼻子的东西 然后把那个豆弯了出来了 还有一次呢是什么呢 还有一次也是非常的精心痛快让我想一想 好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 但是有些事情呢还是记忆犹新的 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就是在晒麦 就是麦的收完之后嘛 然后把那些麦的就是汤在那个公路上进行一个晾晒 晾晒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跑到另一边那个路上 结果呢有一个池啊就是那种装束的池就是三轮的嘛 烧那个柴油的就启动起来很大声音 包括那个后面猫对焰的那种池 那时候呢我直接被他撞到 前面那种固子从我身上点过去 后面固子也从我身上点过去 不知道多神奇吗 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然后我奶奶就揭露那个池了 他不是把我撞到 然后让我送到一个好像是医院还是什么地方 就在那里 然后呢那个医生呢我洗了洗 竟然意外发现了我竟然没事 我身上有血但是没有多大问题 然后我奶奶就背着我 然后回到我家里了 然后那个撞我的人呢 然后他跑了嘛 他跑了 我但是我记忆有些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我老是能遇见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我记得是他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就是他 然后跑完之后呢 我奶奶就把我背回来了 你能想象的到一个小孩子被吃压过去 两个孤伦的压过去竟然没事吗 你看我现在还活梦了 这都是真实发生 你别不信这些东西 知道吧 小众也不是说封建没信 知道吧 有些时候呢 你这个命 知道吧 命硬的话 怎么都没事 知道吧 命的东西 有时候真的不服不行 你看我小时候走过多少队 掉过油锅里面 被浴室板压过腿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脚呢还被那个车子 就是车轮子嘛 皮都给削没了 然后还有就是被痘了 掐鼻子 还有什么 还有就被车撞 你看这些事加起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我这么多 就是这个事故是吧 你说这是巧合 也不是巧合 知道吧 这 这也许就是明明之中自由安排 知道吧 这些东西你改变不了 这都是命数 如果我命不大的话 可能就在 那个车下面就没了 知道吧 这个不是 危安耸听还是怎么知道的 真的 我那时候我都很纳闷 我被那个车压到 浑身是血 洗了下一点事都没有 真的这些事情 真的非常难以置信感觉 你想想我那时候才几岁 一个成年人 你车从你身上压过 你可能是不是 人都没了 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呢 但是我就是没事 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了 去那个地里面吧 就是认那个干娘 就是认一个 就认一个鬼吧 也算是一个鬼吧 鬼仙那种吧 老是一个干娘 就是让她保佑你吧 然后就是你有啥事的话 她可以保佑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干娘起的作用还是什么 我就是反正就是命特别大 你想想我经历了多少事情 小时候还有就是坐三轮车嘛 然后我奶奶拉着我 然后呢我就从那个三轮车上直接掉下来了 掉下来这个眼呢 那个皮都刺灭了 知道吧 小时候经历了太多了 真的 还有小时候 还有小时候在说滑冰 掉水里面呢 差点也没 还有怎么 还有就是跟朋友呢 去那个坑里面 不是下过雨涨水的吗 我们村里面有坑吗 我直接滑进去了 那时候还真是命大 知道吧 我不知道我怎么游上来 我都不会游泳 知道吧 还好那个我在就是边上嘛 然后我怎么抓住了 抓住那个 就是那个泥巴还是那个台岩的 那个都是泥的很滑滑滑 我不知道怎么抓住 然后就弄上来了 差点都没了 那时候连个大人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有些东西呢 这个科学解释不了 只能说你命大 命不该绝 你命该绝的时候 你可能喝个水都能呛死 走个路 可能都是就摔一跤就没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们 我感觉是左右不了的 人既然来到这个市场 总会怎么来 怎么走这吧 光溜溜的从这个市场来 光溜溜的从这个市场走这 这些东西真的很神奇 虽然小哥是00后 但是小哥还是相信这些事情 知道吧 真的 我自己的经历 来说这些事情 来证实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你别不信 对吧 咱们古老的传承 传承就是 它有依据的 不是平白无故 弄出来的 知道吧 所以说小哥也是 特别敬畏这个神灵 知道 另外呢 小哥真的 从出生到现在 这个坎坷不断 就没有顺过 知道吧 没有顺一点 知道 不是这事就是那事 就我下学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那个学那个修身 百姓分析 然后学那个的时候呢 把我弄的怎么回事 我就是那个洗车 那个活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累 但不知道咋回事呢 就是洗车的时候呢 就是洗的时间长 就是干了 干了几个月 就倒是那个腰不熟 然后去检查的时候 我说我腰疼 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 我们村里的那个医生呢 就说你这个是腰疾老祟 哎 真的 小哥这 短短二十年经历的太多了 这些小哥就没有胜过 知道 一直都是 坎坎坷坷 我奶奶说我小时候 酸病了也都算我挂 就说呢 我这一生呢 非常的坎坷 就是坎坎坷坷 就不是一帆风奋的 人家看 这个面相 看手相 人家都看出来 哎 真的 太难了 小时候受退 长大之后也是 很多坎坷坷 不顺你知道吗 干什么事都不顺 考了驾照 我还几次我都考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 所以说呢 真的 人呢来到这些世界上 太不容易了 就像我这种 命运多船 命运真的 似乎有点 捉弄人 明白吗 走到这20年的 这个岁月中 真的是遇到太多 这个大灾大难了 小时候真的 没少受罪 你想想那个 就是那个浴室板 就是那个盖房子用的 那个板嘛 很长很重 压到腿上 什么概念 压完之后呢 我还没少受罪 压完之后呢 那个腿 接的时候还没接好 重新把那个骨头呢 就是给弄开 怎么弄开 打麻油 声声的 拔开 就是快长度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手术台上 使劲的把你那个骨头 就是在拔开 就是那样 你想想那个是多么痛苦 没少受罪 真的 今天呢 小哥也是出来溜带一圈 把自己的这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真的 小哥真的 一路走来 真的大灾大难 什么样的事情都遇到过 而且呢 几次都丢 差点就是丢了兴趣 这个是真的 我小时候 估计一般人呢 都死过好几次了 太难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今天天也黑了 在这路上 然后溜带一圈 我们就回家吧 有喜欢这个小哥视频呢 记得关注啊 小哥没事呢 就和大家 更新更新视频 更新更新小哥的市场 更新更新这个小哥的生活 就这些 小哥呢 其实这个号呢 做什么类型呢 小哥都多少会 但是呢 小哥这个号呢 想了想还是 更新个人 关于个人的嘛 比如说生活的什么 是更新那个 然后另一个号呢 就是说事 讲故事 两个号呢 一起更 一个号不行 一个号就当我的 这个logo号 一个号就要当那个 就是说事的 就是跟那个自媒体一样吧 一个号做自媒体 一个号做这个日常的生活 行了 说太多 这期视频也是录得够长了 喜欢记得关注小哥 另外呢 搜索一下那个小梗频道 关注一下这个小梗 小梗没事呢 就和大家讲故事 说一说这个身边发生的事 什么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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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